在观众心目中,陈道明的形象一直是文文文雅,成熟稳健,是我们很多人心目当中的不朽男神。 身为戏主级的偶像演员,陈道明一直备受观众的喜爱,而他从来没有让大众失望,一直对演艺事业抱有绝对的初心,几乎很少接烂片,在性格上,道书也一向直率,曾甚至多次抨击娱乐圈的一些乱象,痛批吸毒艺人,怒骂抗日神剧等等。 而且每一次目视,都令人叫好,很难想象他发脾气的样子,除非是在电视剧或电影中,陈道明曾经当众录制谭永林,1991年,内地举办的一场正在一眼,当时内地方面,陈道明,孔毅等都有出席,而港台方面,梅艳芳,谭永林,小谷队等,一大群港台明星, 都在招待人员都忙着接待这些港台明星,陈道明等人受到了冷落,无人安排,留个座位都没有。 不过或许是主办方的问题,内地演员当时明显感到差别对待,尤其是主办方的很多领域更多地倾向于香港演员,这也引起一些演员的不满。 后来在吃饭的时候,有女服务员让谭永林签名,结果她用英文草草地签了一笔,谁知服务员又紧让她用中文签,她却去签并说,我从来只用英文,不用中文。 词言一出,在场的明星,面面相觑,陈道明气得脸色铁青,大声赤盘永林,你还是不是中国人? 当时陈道明等人想走,主办方夜晚留不住,只有功力,有些尴尬说,这样不好吧? 但没想到,陈道明的话却很厉害,你有求于他你就留下,我们走。 后来陈道明和其他几个人打到恢复,留下孔力在半夜门口站着,后来尊道林大大的赞赏陈道明,说他做得对,是调隐汉词。 好多群众站上陈道明有骨气,有血性,不仅为都输得真热血,真骨气感动的,不愧是我们的真男神,这才是中国人应该有的样子。 其实,不单单是港台艺人,就一般的港台民众,对内地的歧视都是比,较严重的,一些艺人更是如此。 特别是港台影视圈每跨日下,那地影视市场欣欣向荣的今天,很多港台艺人纷纷北上,求发展,求劳金,不得不伪装自己。 其实,打压内地演员的事情,也不再发生,至少不敢再像以前那样明目张胆,肆无忌惮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